有位朋友說她的女兒18歲了 剛剛考到駕照 想買這個車保險發現對這種剛剛考到駕照的孩子 這個保險車保險真是非常的高 他就是想問一下我們的專家 多長的時間下令 就是你駕駛的年齡 多長的時間以後保費才能降下來呢 保費降下來又有些什麼樣的要求呢 趕快請出我們副達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師 劉惠林小姐幫她解答這個問題 劉惠姐你好 早安 你好 早安 關於這個teenager開始開車 其實在加州16歲就已經可以開始開車了 那她女兒已經到了18歲 其實她的保險費已經相對比較起來 比16歲便宜了 那這個保險費到底怎麼計算的呢 到底會貴多久呢 其實她每一年都會相對的變便宜 16歲的保費大概是10塊到20塊錢每一天 所以要看你開的是什麼樣的車子 跟她這個已經記錄駕駛多久 每半年會算一次保費 所以她如果半年是很乾淨的 沒有事情的很安全的 下半年就會變便宜 慢慢的從16歲到21歲 你看她每半年在續約的時候 都會再變便宜一次 如果你的這個紀錄都是很好 都沒有說長期報出險的狀況的話 也沒有違規沒有得點數的話 所以她不是一夕之間變便宜的 她是每半年就調整一次的 所以從16歲開始練習開車高中的時候就已經拿駕照 一直到她21歲完全成年 她每半年保費都會再更便宜一點點 那如果很心急想說沒有辦法馬上變21歲 我就想要省保費 一天的保險費10塊錢對他們來講負擔真的太大了 那她想要便宜一點的這個保險費的話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呢她這個小孩子讀書的時候呢 保持都是在好學生的狀況 什麼叫好學生呢 好學生至少也要3.0 也就是大概B的一個程度哦 你不用說永遠都是A 但你長是B的程度 保費跟學習成績還有掛鉤的 對她覺得壞學生愛玩的 那不願意專注的 那她在開車的時候可能玩手機 可能講電話 那她的這個出事機率比較高 但是如果是專注能夠把功課做好 比較負責任相對親決性好的 那按照他們的統計學 只要是好學生在B以上的 她的這個學生的折扣就應該給她的 因為她開車是比較穩定的 那還有呢 家裡的小孩竟然在讀書的話呢 你讓他去考一個這個叫做 自我防衛的這個駕駛的一個折扣哦 就是上一個小小的課程 大概20分鐘半個小時 你就可以上完了 你的保險經紀人呢 不管是哪一家保險公司的 你跟他提出要求 我想要我們家裡的這個青少年 拿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折扣 他就給你上一個保險公司 這樣的一個自我防衛的課程 拿到之後也會變便宜 那像這樣的課程呢 不只是年輕人該上哦 很多的長輩朋友們七八十歲了 那個時候動作可能沒有像以前 年輕的時候這麼快 反應這麼好 那他也可以上這樣的課程 相對對他來講 他的保險費也會變便宜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這個保險經紀人 諮詢一下 他應該可以給你這樣子一個 自我防衛的一個開車的一個課程 網路上上就好了 看看視頻 看看這個文字解說 然後這樣子就可以拿到一個折扣了 那反正很簡單嘛 如果家裡的小朋友 這個平常也常常在考試的 看這樣的東西應該是很快的 那對別人來講可能半個小時 對他來講15分鐘他就看完了 那這樣可以省個幾百塊錢 也是挺開心的 那還有省保險費的方法是 家裡明明兩個teenager 兩個都是叛逆期的年輕人 但是呢 雖然有可能會輪流開到家裡的車子哦 但他讀書的地方比較遠 比如說到北加州去了 比如說到外州去了 只是因為有疫情的關係 留在家裡 或者是暑假 寒假的時候回來會開一下車子 那你要註冊說你的車子 雖然年輕人會開 但是呢不常開 是偶爾放假回來的時候才開 提供出證明他的大學是在外州 或者是他的大學是在 離家裡100mine以外的距離 這樣子也可以拿到折扣的 那很多人可能沒有注重這小細節 或者是你的保險經紀人也不曉得 他沒有注意到 那你就提醒他 那你把這個他讀大學的證明 提供出來的話 也會變便宜 還包括呢這個年輕人常會磕磕撞撞的 就是只是刮到別人啊 那或者是什麼後照鏡折到啦 那這麼一點點幾百塊錢的這個出險 就是去報保險 其實很不划算的 你可能賠個幾百塊 但是每次呢這個理賠紀錄會累積三年 所以你多繳出來的這個保險費 有可能是一兩千喔 所以如果是小小的這個擦傷啊 一點點幾百塊的理賠 你就不要報給保險公司了 就自己把它當定對不對 對呀 要不然他覺得 你怎麼老是一點小事就來找他 那你的保險費一漲價 非常不合算的 嗯好的好的